那圖藍色的部分是 台北市有光尊農田水利會 1. 您請同意直轄市定古蹟及美肌廟土地定著 古蹟定著土地範圍共到四項 1. 名稱為景美肌廟 2. 總類寺廟 3. 地址台北市文章區景美街37號 4. 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古蹟本體為極美極廟建築本體 楊殿兩郎兩戶龍 建物為文山區極美段五小段1712建號 建物面積為599.26平方公尺 建築物坐落土地為文山區極美段五小段379 該比土地面積2757平方公尺 及3791B號該比土地面積23平方公尺 313B號 該比土地面積531平方公尺 及310-2D號 該比土地面積為36.5平方公尺 371-3D號 以上等持久比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5指定旅遊經濟法令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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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侵 大西方姓族人來台開墾幣7路原將守護神保 以尊王1860年建廟於景尾頂階 1867年簽建於縣址 景美吉義廟新建與景美地區的開發方姓密切 為景美地區安心人的信仰中心 也正正的安心人對於景美地區開發的貢獻 2景美吉義廟為兩殿、兩郎、兩戶、融正地面格局 空間安排上中、9、1區配置有三川殿及正殿、兩郎紀左右、兩戶室 駐列整齊左右對稱格局延寂 3符合國際指定及被執審查報告 3條法 第2條例下 第2或3法 令知已準 2 本案提起待成为沈宜 並例已沈宜決議辦以後續 這位提及委員 沈宜 簡跟各務委員報告一下 主要在景美吉義廟是在74年指定的母基 在當時任務占同公告속態的 Baker 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請委員經過多次的會看以後 訂出了剛才的19個範圍作為他的主席範圍 以上請各位的想像看可不可以 你辦的第五項決定有及法令一群 你的第一點 新出安息高興福人來台北 訂西部 我決定把建議擺成迎來 不對省裡面有什麼西部 要迎來 迎進來 歡迎進來 上見一句 這是指令理由的第二項 最後幾個字 前面都講是兩戶的 回到這邊兩戶式 新方的戶式是 對 就看兩戶 這個年代應該已經不是前出了 應該是新賣就可以 新賣 新賣 好 現在還沒有 有沒有的話 我們是修正的通過 來上一看 選一案三 預始建築縣盤管生負在列入計畫審查 好 您好 本來 依據文資法第24條 第30條的第二項 不及宣布僅在列入辦法第13、第19條辦 現場管是在民國96人2月9號公告的一期建築 因為多年來有不同的單位進駐 所以建築老舊 也有很多用水腐朽的情形 104年1月1號 現場管是 會用給國立交易廣播電台管理維護 目前是作為辦公室民眾採訪空間 跟維護點藏室使用 本修復正的利用計畫 是由國立交易廣播電台委託辦理 106年11月30號跟12月21號 分別召開其中 期末審查會議 邀請文資委員、李前來委員 張慧正委員 擔任審查委員 委員已經審查後 初步是確認本計畫已經辦理完成 兩次的記錄 請委員 詳參會議記錄 這是本案的地域基金圖 本案的基地位置 外觀的照片 請委員詳參 本案提請文審議會審議兵審查 決議辦以後去修復正在利用 那以下請國立交易廣播電台說明 修復正在利用報告的計畫 檢要內容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 我是國立交易廣播電台 謝總統 簡單報告兩件背景 一個是政策支持部分 這個案子在106年去年的8月 共同行政院合定 是南海學共同計畫裡面 相關一個計畫 相關的預算 已經那邊在108年的中華政府總計算 所以政策支持三個預算都獲得支持 另外一點就是未來整個計畫效益的部分 會配合行政院合定有關 歷史建築跟古籍 我要在利用的目的 未來我們新來館修以後 會把無障礙全部完成 也可以擴大開放的空間 這一部分都在修復計畫裡面 會做詳細的說明 那我是不是請建律師做檢要的內容完成 各位委員 我是品牌的建復師 先跟各位簡單的報告一下 因為剛剛台長 已經就我們這個 整個辦理的過程 我們大概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麼我想 我直接跟補免報告一下 我們在未來修復主要進行的一個做法 本岸是修則蘭建律師的作品 那它的整體的建築風格 跟南海學院的風格 基本上是一致 那麼本岸做的這個 曾經進行過 暖身補牆的這個 本岸這裏的商品 基本上它的暖身性能沒有問題 不過基本上有一些 這個建築在表面上的破壞 所以我們未來在修復上 主要是針對 因為牆體跟地面有一些裂縫要做補牆 那魂雲圖跟鋼 有部分魂雲圖 波羅跟鋼青外頭的部分 這些會裡面做一個大補牆 那麼外觀的部分 請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目前看到的 這個有一些部分 這個破壞的部分 不過基本上它的情形都不嚴重 下一頁 那這個是針對兩個部分 一個是剛剛提到的修復的部分 一個是在利用的部分 下一頁 那這是我們修復的一些施工品 我們本案在未來在修復上 在外觀的修復上 主要會針對跟南海學院裡面 其他建築群 然後大概再生也比較一致的一個做法 我們可以看到 現行板目前它的外觀比較老舊 因為它用的是一般的這種發射的鋼窗 我們可以看到明顯的跟其他的建築群 那外觀未來我們並不會做 太大規模的變動 基本上是原貌的復原 但是在窗戶上面 尤其在窗裡 然後這邊我們希望能夠 跟其他建築群 慢慢做一個在樣式上 做一個搭配 我想這是在外觀上 主要的一個修復的一個重點 那這是外觀的一個情形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 在整體的這個外觀 那大概主要的修復 那大概就是以窗戶 那跟表面的這個順壞為主 在應用的部分 那基本上在內容 就是因應我們國際交易 廣播電台機關業務的特色 未來打算把這個現堂館 改造為這個聲音博物館 那應該是說聲聽故事館 那目前已經提出一個 稍微比較具體的一個方案 那主要就是以廣播的這個 這個三個元素為主 那並規劃一些空間 讓未來的這個民眾 能夠實際的去參與這個 整個錄音的一個過程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現堂館它沒有電梯 所以它有五障礙電梯增添了一個需求 還有五障礙廁所增添了一個需求 那這也是在應用計劃裡面的一個兩大重點 那這是因應計劃 我想這個就請各位自行參考 那上前談報報 謝謝 審議案4 指向市地鼓擊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地心部 四樓拆除計畫審查案提起審議 根據文化正安保存法第二四條 古蹟修復期再利用辦法第十三 第十四條辦 本來辦理情形說明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地心部 是在87 年 5 月 4 號公告為古蹟 這當中也歷經過不少的使用管理單位 在交通局接手管理使用的時候 因為空間使用不夠 在62 年的時候 加進頂樓成為四層樓的建築 而成為現在的樣子 交通局在95 年 11 月簽出後 由現在的國使館接手管理維護 那建築物因為四樓增監進行已經超過40 年以上了 在國使館在 105 年 12 月 發現三樓天花油簡易破壞的情形 那為了建築物的安全 所以國使館針對四樓全棟的鼓擊 進行建築耐震品屋 那也因為古蹟起到最近已經 97 年了 外牆面磚有剝落 還有剝出有滲漏水的情形 為了建築物的安全 跟管方人員還有的使用及文物的典藏 而且古蹟後方也有變變式 也有整理古蹟 所以必須進行古蹟全面的整體整修 所以國使館在 106 年 圍託建築師辦理古蹟外牆審 修集空調建置規劃設計 並且也討論四樓的拆除與保留議題 所以在 106 年 9 月 26 號 還有 12 月 22 號 分別召開期中期末審查會議 邀請陳舟申委員 民副國委員 黃俊明委員 薛秦委員擔任本案的審查 那委員對於四樓的拆除是都有共識的 例如在期末審查的時候 薛秦委員有針對期末的拆除 有給予一些意見 例如四樓如果要拆除 這個屋頂防水要做法 要回覆到原有平頂的做法 黃俊明委員也表示 四樓立法康架是否拆除的話 他方向也應該先確定 兩次的會議紀錄 復興委員祥3附件2附件3 本案經討論以後 在股許管決認為空間足夠的情形下 決議把四樓增介的部分拆除 同時也配合地勢部外場整修 及硬體的設備來進行整體的修復 所以依據本局 106 年 10 月 16 號 提送四樓的拆除計畫 並且要含原貌歷史資料 要拆除修復工法及保護計畫等 請委員祥參付監事 本案的地級地勤部 這是目前的現況 這是目前要拆除的四樓的位置 還有國使館外牆也有多出的瓷磚脫落 本案提請本省議會審查 因省議決議辦理 過去四樓拆除工程 接著請國使館說明 四樓拆除工程的計畫內容 謝謝 主席各位員大家好 國使館這邊有兩件事補充報告 陳儒剛文化局已經幫我們國使館 詳細針對四樓拆除的問題 做一些之前一些先級規劃 邀請委員的提供 感謝當事的委員協助國使館 大概兩件事情跟大家再補充 第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本館目前未來正正朝檔案館去發展 所以目前我們會基本上 我們會縮減我們二樓的展場面積到一樓 那今年度的部分 明年度的部分 國使館已經編點一千兩百萬左右的經費 預計把四樓的辦公室員 下降到二樓的展場 那縮減二樓的展場到一樓 所以目前我們的空間使用性是足夠的 而第一點說明 那第二點的部分 針對剛剛有說明 目前我們外想的部分 有滲水還有一些結構安全不穩的問題 那國使館這邊在今年有編列 委託設計監造的部分 大概針對化展的修復是一千四百八十萬 那因為之前文化局的來文說 大概三月的來文 希望我們這個四樓拆除計畫先過了之後 那我們再進行我們委託設計監造的發報 那目前這個時程上也有點延遲了 麻煩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我們的計畫 盡快讓這個計畫有沒有通過 以上補充報告 你要我把時間交給那個建築師做專案的收入 謝謝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有關於主要的一個 四樓拆除的一個內容 一個概要說明 那簡單講就是我們會針對四樓拆除的做一個說明 然後原則上就是法令的依據 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基本上是在1970年叫做故事期有一個徵件 目前有40年 然後呢後來經過我們大概去年有針對外強做一個建置計畫 先舉規法 所以我覺得上是一個同意要拆除的一個決議 下一個 然後這次可以看到是舊帽 然後這是現在的現帽 然後主要是差別 也是在於整個四樓的一個徵件 下一個 然後呢 再來 那當時會徵件應該是因為空間不足 那目前剛剛中委有提過了 空間在足夠的狀況之下 所以我們在同意 跟委員有討論溝通之後 確定用四樓做拆除的一個建議 下一個 那可以看到當時整個三層樓原貌 是一個非常優雅 敏雅的一個造型 然後可是現在四樓的針見 除了外觀的差異之外 美學有問題之外 那另外也造成結構上非常大的一個負擔 也會造成整個外強剝露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可以看到當時是一個臨時性的概念 可以看到外強是個四樓家常專造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它很簡單 在四樓的原來屋頂板 用所謂的原航也就是腳木去做支撐 然後上面再放膜板 之後再做一個水泥板 混凝土的一個膠質 然後外強是用一個立霸 立霸鋼架做結構體 然後外強是一個專造 跟親自的混凝土的一個構造物 所以基本上那目前已經有非常嚴重的一個 結構損壞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2009年整個張家祥老師就已經提出相關的意見 對新間的專造結構可能會影響我們結構上的符合 這是一個外強然後這是樓板的結構 我們可以看到下方是一個簡易的木構 就支撐起來 現有的樓板四樓樓板 然後這是既有的立霸 立霸原則上是腳結 所以在地震力上有簡易的一個工法 然後這是非常 更嚴重的問題是當時的整個樓板 是用所謂的航木跟腳木以及模板 就支撐在我們四樓的一個結構的樓板上面 然後這是四樓的內部的一個裝修構造物 原則上因為我們的外強開口物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都會造成我們整個一到三樓結構性的一個工法 下一個 所以原則上我們有經過現地會攤之後 在去年2017年的8月跟幾次的會攤 確定要四樓做一個採取 下一個 然後這是現場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外強磚的一個剝落 還有開口部的冷氣 然後會在這一次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清整 下一個 然後呢 牆面甚至因為四樓正經原因造成整個 因為它沒有漏在鑽牆中心點 所以整個外強都有 外強扭曲搓曲的一個結構性的一個垂直裂縫 所以我們勢必是要做一個四樓的採取 然後譬如上在結構即時的部分 然後建議 建議採取四樓減輕載重之外 然後必須將外強漏損 因為是整個造成盛損問題都解決 然後你維護結構成體的一個耐久性 所以這是決議 就是本館空間租過原則項 決定採取四樓 這個下一個 這大概是目前的空間使用 那目前原來是四層樓 然後接下來我們已經改 在國使館內部的討論已經改變為三層樓 下一個 這是之後的一個發展 一到三樓一個空間 那目前已經初步規劃完成 下一個 再來 那這是現在早期使用 在充建當時三百五十個人 然後後來交通部的時期有增加 那目前打安管的部分 大概在一百八十個人左右 所以四樓的 四樓拆除是完全符合整個空間需求 下一個 然後在比例的部分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針見四樓 然後基本上影響外觀 跟結構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確定要做一個拆除的一個動作 下一個 那這是拆除的原則 跟拆除的準備 當然是以破外鼓跡為一個大的一個原則 下一個 那本案比較特別的部分是在於 因為它有國外特區的一個 所特殊的位置 所以原則上 整個廢棄物 還有作業時間 還有噪音 還有等程的管控 會在之後的拆除作業裡面做一個 做一個管控 下一個 好 那這是整個拆除作業 原則上是由 呃 然後維持它整個結構的一個愛情系 好 維俗 還有維俗到整個日子系建築的一個美學 以上 我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說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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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 我今天還要提出 這個 基金部是日本其實 松山生殖處 台灣的最後一個建築 這個建築也是 可能是他的台灣唯一的平民建築 像監察院 或者是台中市政府的 都是監察院 唯一這個是平民建築 所以他的平民建築的做法非常特殊 所以他有高低不同產生 然後泄水頭部非常大 所以我想 因此呢 現在室友在用法 現在室友 他才能有三萬價格的結體 所以他原來的結構體可能還沒有被破壞 所以我想這個工程呢 是你們現在貼心在拆除 比較嚴謹一點 還是那麼有結體 結體就是室友法結體一樣 然後結體的過程裡面 對原有的這個屋頂的結構 屋頂的做法 甚至它環水的做法 是我們會相信的計劃 按照我們文化治堂的文法 這些有關結體工程的方式來施作 謝謝 謝謝 其他可以 如果參選計劃 沒有提到那個 在為了猜測錯的 那對你們這個 會來的問題 他的一些保護做事 我在這邊建議 是不是 一些比較厚的日保 不要就只有一個 毛病 或者是那個 防火槽 什麼的 那些都太好了 我們在飛機址的時候 今天就是看到 開始的中間很大 結果掉下來 把那個原始頭髮掉了 五月期會不會破壞掉 可是這個公務員要在 參與計劃還能再加強一段 大部分 其他案子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兩位議員 議員的意見把它遞在這裏 就有幾年還可以做 好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歷史建築 南港衛生大樓 保存規劃方案 審查案 提醒審議 咱們依據 文字會第七十四次會議 結論案 邁請一 南港衛生大樓 於104年6月26日 公告為歷史建築 建築及土地的局管 單位為衛生國部 及平管制署 該署依公告 事項 曝代決議提送 保存方案破局 那本局於104年8月10日 邀請李委員前郎 在委員天權招派執行會議 會議結論 請提案單位參考委員一件修正後 朝方案2的原則規劃 配合吞索及仿制 並於修正後 提送本市文字會委員會 或委員同應或辦理後續 本案於104年10月27日 提送保存方案到本委員會 第七十四次會議審議 會議結論如下 一 案內定定未來規劃設計時的準則 並非實際的定案 請確認本歷史建築保存的原則 跟範圍後再提送本委會審議 結論二 請提案單位 依那個歷史建築公告的內容 確實檢視登陸理由跟範圍 統善利用保存特色元素 定歷史設計準則 以立歷史建築新舊元素融合 及整體的發展 經理文字署一 文字會意見審議修正後 於105年2月19日在提規劃方案 本局於105年3月21日 邀請張委員婚政跟薛委員 請召開諮詢會議 會議結論請提案 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後再送本局 疾管處於107年5月10日 再送本案進本局 那為了確認他的保存方案 有依委意見修正 那本局於107年6月5日 再邀請李委員遷了 薛委員請及 理付國委員 召開諮詢會議 會議結論請提案單位依委意見修正 補充後再送本局 那警官署以107年6月5日 依諮詢會議的結論修正完成 然後那本案再提本委會審議 那這是本案的地形圖 以及基地的範圍 那這是本案的那個正規面全景的照片 以及正規面的照片 那這是那個本案的建築的那個 特色元素的局部照片 那接下來再請提案單位呢 那委員部疾管署依保存方案進行說明 那本案再提起本委會審議 再依審議決定版的後續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委員早 那我今天就開始做一個情報 那本案歷史建築南港衛生大樓 的劉保存方案修理 首先是要跟各位委員先說明 我們現在的一個階段 非常重要的是 現在我們是在做 先制規劃及環境評估的一個階段 環境評估因為涉及這個歷史建築公告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送這個部分 所以實際上 它只是在我們前期設計 階段開始之前的一個動作 那之後呢 在興建的時候 還有規劃的時候 才會真正配合下一階段的設計規劃 來進行這個歷史建築的一個審查 這個階段性的一個任務 我們在這邊先進行下一階段 那同樣下一階段也是表示 表達清楚 下一階段 表達清楚 在這整個流程到施工開始之前呢 我們做先期規劃 而去後面的 還有就是我們會做環評 先期規劃 寬列預算 再過來預算寬列完成之後呢 才會進行有關這個歷史建築 這個調查跟研究的一個計畫 進行報告 作為下一階段 規劃設計的一個依據 然後才會發包 然後試做 那中間還會進行封審相關的一個審查 這個先跟各位 我們交代清楚的整個程序 那接下來 下一階段 那這裡本東大樓呢 是一棟五行年的一個建築 現代的建築 建築物在104年 4月24號可以登陸為歷史建築 下一張 那相關的一個資料 請委員長好 下一張 那這邊 再提出來強調就是 在登陸的一個公告裡面 他主要是強調 保留的一個範圍 還有建議這個建築元素呢 可以新舊做一個融合 來進行規劃 那他主要的就需要考慮這個 這個歷史建築的部分是 例面跟局部的特色 包括他的伯殼 柱頭 其入口處 兩天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這一處 還有柱頭這幾個 三個主要的元素 必須要加以注意一下 那這個部分只是 就剛才前行其要 已經有上面提到 這主要三個元素 在這整個院區所處的一個位置 包括兩側的 一字形兩側的一個伯殼 還有主入口這個部分的一個 花格磚 還有柱頭在這裏 還有柱頭在這裏 有一個元素的分佈 這個是我們新舊派的一些 基本的一個實況 公圖參考 這個是花格磚 那在104年的一個10月呢 我們就依照相關的一個規定 來提送這個 閒期的這個審查 那也讓委員看一看 當時送的一個方案 下的現場 當然這個方案 平通是沒有被通過的 那這個是既有的衛福部 那我們因為需要有兩棟 不同的建築 所以當時是更換在這個部分 那在審查的時候 委員有提到幾個重點 就是他沒有辦法在主要看到上面 而且相關的一個形式 跟意向已經不存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依照 進行相關的一個檢查